好,錄一下 那我們剛剛做的就是用到Photopier Photopier去處理那個文字 就是圖片,文字的圖片 那文字的圖片是你的姓名 那Photopier它是一個免費軟體 跟Photoshop長得很像 大概是CS5-6版之間的一個軟體 類似,那所以如果你之前有學過Photoshop 應該對這個介面應該不陌生 所以我們在開新的影像的時候就 就把它開成48x48 因為這個遊戲的那個磚塊並不大 所以我希望就是不要太大的影像 所以就是用48 然後你的文字也是用48輸入 那自己字體的部分 說可以載入字體啊,但是看起來 安裝字體可能還有還有一些 外掛可以可以做 所以這個字體的部分我忘記了怎麼去處理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可以把中文字型弄進來 但是忘記了怎麼做 那這個部分我 我想就是 做三個檔案然後你存起來存成那個 PNG的格式,而且是透空的 透空的 然後再 再到你的 Control裡面 Control裡面 好 那剛剛呢我們是處理那個Layout 四層處理變成一層,我們就可以去加層次嘛 那 載到那個 就是說原來是一個Blick 然後我們把它 複製 就是用duplicate 用Chrome去複製 複製成三個 然後呢你把 這三個的圖片 點下圖片換成 對應的圖片 對應圖片進來之後呢,你再去做這個採檢 然後做 這邊的 Collision的 這個安排 如果他 自己判斷不是這樣子的話,你用set to bounding box 就可以把 這個部分 就做 做那個 碰撞邊界的處理 重設 重設 那這個完成之後,你就可以關掉 那 第三個 名詞的第三個字應該也是一樣 處理 然後這三個字呢基本上是要 相同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 剛剛測試的很多的 這個 這個按鈕鍵呢 複製貼上的部分 基本上不會把文字 不會把這個程式嘛 貼在貼在後面 比如說加event的部分 他就沒辦法去 貼上 然後在這裡的按右鍵 add event按右鍵再貼上 不行 會不會是這個 這個是陽春板,他不給我貼 有可能 總之就說 在這邊測試了很多種方法 發現他是不能夠 去 用快的方法去把這些程式嘛 就是 產生之後換 換一下 物件 沒有這麼快 所以你就必須要 去 模仿 第一個 Brick的程式嘛 好,去做 那我可以改的大概就是 分數 你可以在第一個狀況加10分 第二個狀況加20分 第三個狀況加50分這樣 然後讓那個分數呢可以 達到一個 就是不一樣的,你打不一樣狀況呢達到不一樣的分數累積 所以我們剛開始 剛剛呢就做了這個動作就是 去模仿他的程式 然後去 把這些 依照順序去加進去 那當然這些東西就是 你要去看這裡面大概是用哪個指令 Action是用哪個指令 然後去套進去 那 這邊是所謂的Click型的對象 或者說他的用 功用的 東西是什麼 當你在選的時候他會讓你 調對象 這些對象選了之後你再去調 做法是什麼 好 所以把 這個 Click1 的東西呢 擴展到Click2、Click3 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 在做 Play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效果 最主要是 這樣子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解釋這個 程式的運作的 方式 這個 這個部分他就已經是可以運作的 那我們要 加加減減減東西然後做成比較大的話 要怎麼做 當然這個 陽春版他是有 有條件的限制所以 沒辦法做太大 這個 所謂的練習而已 所以我們在期 中考 就是要做一個 打雙快的遊戲 然後 你的學 你的學號是大家當做那個 橫桿 當做橫桿 所以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東西啊 是 做橫桿的 你的學號 然後那顆球要用 用學校的logo 用學校的logo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再做一些 修改 好,那這邊是 所謂程式碼的修改 那再來就是說 畫面上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做了一個 調整,對不對 畫面那個字呢48還是太大 那我發現說他是 他上面是有很多的 instance 但是其實 你只要改一個 只要改一個就是說 這個叫做 樣板 這個樣板呢 他 產生的 東西 會是 像這個 這個物件你點了之後呢 他是 樣板 不立刻意的 東西 那基本上他是有 他是有一些 如果這樣子拉進來的話 如果這樣子拉進來的話 他都是 會套用相同的東西 那這邊 有那個什麼SID 如果這邊做 做一個 複製貼上 貼上 貼上 我貼這麼多 我選一個他貼這麼多 選一個就貼這麼多 好 那我們從一選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他的 它是每一個物件是給不同的UID 不同UID UID有點像我們的帳號 一個系統裡面的帳號是不能重複 所以它的UID就不一樣 這每一個它的UID都是編號不一樣 雖然他們都是從右邊的這個 Project裡面的Object Type出來的 但是他們還是有差別 你可以去改變它的大小 這個可以變小一點沒問題 其實它就是靠UID在認識這個物件 所以你這裡面的東西都可以任意去做更動 那剛剛所改的就是你選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樣板 之後呢你再到Size這邊 到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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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它有個Scale修改 看一下 Brick Brick2 的Size 有沒有 它有一個修改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直接Key in X Scale Y Scale 它就會幫你做修改 幫你做修改 然後變成比較小一點 這樣子 Brick1 45 15 Rорт 次 就是100 V G Ren 100的話那是46 6 然後這個 這一百的話48 所以這兩個 因為他有做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再過 點一下,這邊 他有採檢 如果沒有採檢的東西 再按一下採檢 他就會變46 這邊一樣 採檢 再按下去 你應該是OK 那有時候採檢 按下去他沒反應就是已經採好了 不會再採了 所以 這邊的 要修改的東西呢,你可以看 左邊的屬性 左邊的屬性欄可以改的地方 你去看一下怎麼改 像 我們在 城市裡面有設定說 它有 Solid的啦,有Fade 其實裡面 也都可以改 你不同的UID 都可以改不同的 狀態 改不同的狀態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物件 在上面是獨立的 獨一無二 雖然他都從同一個樣板出來的 但是他獨一無二的 好,那這部分我就先 就是剛剛重複的東西 我先解說到這裡 那